咳咳的石川先生 甲剧茶特茶 老头环用什么武器流派 1.03战略分析片 各位新老公正们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又是老头环了吗 对因为前几天更新了1.03的版本之后 官方明的暗的调整了很多的东西 后来自己研究了好几天发现一些套路还不错 再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这话说1.03到底改了什么东西 改了一大堆东西最重要的是各种流派都被削了 比如老寒腿 这也能削吗 是在本来物理的范围广一发1000多还不看武器的能力 现在呢 现在施法速度变慢后咬时间变长就倒还行 关键是攻击力直接减半 原先很优越的破盾能力现在荡然无存 天哪这直接不是废了吗 废其实倒还不至于了 因为比起其他一大堆坑爹技能来说 老寒腿依旧还是比较好用的 天哪这也太不安全了吧 有安全的呀你看真空窄 以下800多但是群攻能力很差的 不行这技能不能用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换到火焰狮子斩 范围很大威力还行 只要不带盾基本上一下就可以处决 只要敌人没有火炕的话伤害是超过老寒腿的 消敬能力很强 是的这个技能现在目前还很好用 如果在搭配上火对蝎等提高火焰伤害的buff之后 伤害还能再进一步的提高 这个还行 是的而且获得方法还比较简单 直接传到盖利德的盖尔要塞北面 然后看纯草堆看到没有 就在这个刺痛点边上 再随便带个什么范围技能在这里等就可以了 这前线能获得 前线能获得 但是好像感觉还是没有老寒腿好用 为什么要去炫耀好烦 我觉得可能是制作组想提高最终的毕业大剑的使用率 毕业大剑还行 确实作为大剑它的普通攻击并不是这么强 但是它的战技花插一刀就很爽 我去 对吧你想老寒腿很强的时候谁还用这个武器 可是这个武器毕业通关才能拿到 但是你可以找通关的人丢一耙给你啊 还有这种玩法 这个叫最强屁眼流 这个流派讲究就是找一个小伙伴 然后各种刷刷互刷 相互复制道具 然后读到 只要你朋友够铁 你上来就可以直接一套神装啊 我去这么多黄金能用 这上来不就是直接升到几十几了吗 对啊 所以说是最强的 天哪 那要是没朋友的话 那就只能做孤独太刀想用名刀了 嘿嘿嘿 这点老子也给你算好了 名刀1.03的时候就给你削了 What 不会也伤害减半吧 伤害幅度下降到不明显 主要大削的是副手决心流 这是法师用了都叫好的 是的 现在决心只对一只手有用 你这只手放决心 你这只手攻击力架 天哪 那不能用了 能用啊 为什么不能用 名刀削的多呢 只要是它的削金的能力 在上个版本大家都知道了 一般性两刀肯定可以出绝了 现在呢 现在差不多要2.5刀 2.5刀 还行这怪没这么多血 给你打2.5刀 是的 基本上就是打不出来了 而且名刀的冲击波的最大距离 也被剪掉了 我去剪掉还行 不过这个威力还是可以啊 其实威力跟火焰狮子弹差不多 而且火焰狮子弹只看武器等级啊 名刀打出个伤害还要看版面 天哪 那个以前这种决心之后 无脑放雪鸟也不行了 肯定是不行了 现在女武士人看到要版面没有版面 要DPS没有DPS 决心爆发流被砍了之后呢 现在就是把各种赶入的专用武器 天哪 这像死了我们家的长枪啊 采集器专用武器人家起码很稳好吗 这武器本身就是给Boss做的 这个玩家用这破绽大的EB啊 伤害不高还被削 这怎么玩呢 对不对 天哪 这么以来 我们这个两个锤子决心流也不行了 削是削的 但也不是削到完全不行 但是你想像上个版本 一锤子下去破万 那是不太可能了 天哪 只有4000多了吗 是的 而且根据我的测试啊 这个双决心流 它只能享受到一个最大的倍率 大概在4倍左右 以至于你单决心的威力也差不了太多 不用决心的话就1200 天哪 怎么感觉打少了呀 那是因为只中了一个锤子 但是1.03里面 确实是把跳P的动作值的倍率给降低了 现在站在原地平徽都有1500多 原本可以上3000的跳P 现在最多也就打出2000出头一点 所以你跟我说这个不叫费吧 两大流派全费的 其实还行 我觉得还能用呀 就是决心笑一半 其他的笑一半的一半 天哪 你管这个脚能还能用啊 一锤子没把怪秒掉就要挨打了 本身这两个武器就挺重的了 已经新式防御了 还换不来秒杀 这还玩个屁啊 你说还有什么流派能玩 你看这个二猪猛怪学这么多 所以现在的版本答案呢 就是出血流 就是你上次说的这关 双头剑嘛 对的 因为双头剑出血百面高 而且天空有四次攻击 不过其实已经没学过了 啊什么 正好在1.03之前呢 我打了二周末 当时你有把其他二手的出血双头剑 打几博赛是这个样子的 这这这这这这什么伤害啊 其实伤害也不高 完全都是靠出血 你是加了很多感应吗 这个我听很多人说玩感应 是的 但是也不用加很高 那个时候是加了50点 关键是1.03之前呢 它出血呢 没有一个上限的 切副的剑呢 正好跟决心一样 它可以同时影响 左手右手两把武器 这使得原本两把双头剑 它的总和原本出血版面 不到300 在切副之后呢 又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数值 我预计呢 是估计破了500了 然后就有了当时无敌的 刀刀出血流 刀刀出血流 是真的吗 牛逼啊 但是现在学历啊 现在没办法刀刀出血了吗 可以还是可以的 就是现在要两把武器同时切副 哎呦 我天啊 看着有点疼啊 50就够了 但是非人型的话 它有些怪了 抗性很奇怪啊 像这种就 你可能需要两刀才能出血 那就最好还是点到99 否则很有可能呢 第一次三刀出血 第二次就是四刀出血了 天呐 这出血的收益实在是大呀 是啊 否则怎么叫版本答案呢 感觉有点破坏平衡 这你就觉得破坏平衡了 你还没用过波失区剑呢 虽然单把出血值不是很高 但是攻击速度贼快啊 右手猎拳步伐 最大化生存率 左手配个切副 然后两把刀全部感应 为什么波失区剑感应呢 其实也可以出血了 但是呢没必要 武器克制了出血之后呢 它攻击力会降低的 考虑到并不是所有的敌人 都能出血的情况下呢 我觉得攻击力还是要一点 较快的攻击速度和攻击后的硬直呢 可以应付各种各样的场面 总体上来说呢 我觉得是超过双头剑 啊不出血能打上个1000多啊 是的啊 这种时候性价比就很高 而且你也可以不用非常依赖 调皮仔 各种各样的闪避后攻击啊 侧部攻击什么的都可以灵活运用 啊是这样子吗 啊这样子 但是总体来说呢 波失区剑是非常好的一把武器 而且拿起来非常的简单 你只需要跑酷到火山第一休息站 然后一直走到这个位置 在一个街之贵族边上的尸体上 直接捡就可以了 但是凡就凡在一个周末 只能拿到一把 啊懂了这个对吧 血流 这能不能就是赶快 二周末再刷一把 确实强 打不出血的也可以了 不出血的照样打 你看1000多一下啊 确实牛逼啊 波失区剑出血流 真的是太变态了 啊这你就觉得变态了吗 我跟你讲还没完呢 还有个讲 有啊那就是版本中的版本之子 世山血海 这个在上一个版本中 只是个玩具的武器 这个版本被改成了 可以受能力加成 直接起飞有没有 我去 真的只要不是宝泽 没有他一套连招秒不掉的 什么这么轻松就搞定了吗 这里啊攻击力高 范围广可攻可守 而且还有迷之出血加成 你说能不扭逼吗 天呐这也太亲儿子了吧 这还没完呢 同一家族的血双头刀也得到了加成 哦这武器现在能用了 能用了 但是比起世山血海来说呢 它的攻击力不是很高 但是取而胎之呢 它的消耗比较少 而且拥有非常高的消尽能力 哦直接处形了 是的这就是这把武器的特色 然后这个时候呢 抓紧时间上去一个处形 对吧就解决问题了 啊只有1600好像有点低啊 你要嫌低嘛没问题的 你手速快一点对吧 啊处形的时候上去换一把武器 对吧 直接一下 一倒进去之后 然后用臭脚牙一脚踢开 臭脚牙还行 哎那话说是 上个版本有一把这个血王的叉子 也是可以玩了 可以玩了 威力很大呢 哎怎么样呢让我看看 它这个战绩呢 是一个AOE的战绩 范围特别的广 最多可以连续使用三次 PK的时候 如果你让这招连中了 就直接带走 那连不中呢 连不中你就举着个盾 在那边无限戳就可以了呀 啊这就不是上一期说的 这个无敌盾版流嘛 不说这攻击力有点低啊 逼什么了 我举着个盾360 360一下一下都不要戳死你的 戳死你还行 哎真的呀 你只要破不了我盾 就是我牛逼啊 天呐 对面这个好像也是个双头肩党吧 现在都是同类相残 那么现在就是触取流 天下无敌 湿山湿海 不是光用湿山湿海还不能无敌 你还要配合装甲流 装甲流什么流啦 装甲流讲究的是拿到山羊套之后 配合羊脚的视频呢 将自己的韧性叠到120以上 为什么要拿120 因为到了120人就可以扛重攻击了呀 铁打不动知道吗 尤其是像湿山湿海这种攻击的时候 消禁值不高的攻击呢 配合装甲流的高韧性值呢 就非常有效果 但是投技啊魔法攻击 或者是带魔法的攻击是不行的 那就是比较怕法爷 可以这么说吧 但是你这样子一套去PK 我跟你讲 直接往人家脸上怼就可以了 哇去这个太牛了吧 是的 而且你根本不用害怕 会被敌人打出非常高的硬直 哪怕是这种掏了盾的对吧 你就对吧 找准机会 砍招 湿山湿海 参在一起 测波测鼻孔 嘿嘿嘿 你够了我跟你讲 而且就算是面对这种盾牌哥 我跟你讲也完全不虚 你就顶着个攻击 跟他拼血就可以了 人家打的是冰霜 冰霜怎么了 我又不怕他 好了你残血就要死了 奥尉 对吧 你看笑到最后的是谁 我去这个流派真的是太赖皮了 确实是有点无赖 现在基本上都是在入侵的时候才会用 PC上现在什么情况不知道 但是PS5上只要在学校正门口PK 基本上没人用血山湿海的 要么就是看到你用血山湿海 就直接认输 确实赖皮 对的 而且因为使用率大幅度上升之后 到时候肯定又要被调整 然后石山湿海又废了 没钱到时候又能做新的视频了 坏还是你比较坏 鼻子鼻子 鼻子鼻子 那么1.03的流派战力分析 就先做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节目再见 别忘记三连 谢谢大家 你这样三连人家会给你的 什么不给我 这样唱课了 这就是爱的狐狸糊涂 这就是爱